武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不吹不黑 刚刚从武汉回来 这边是天上跑的地铁 你们的城市有吗 就刚刚过去了 右边的高架桥上面 他不是走汽车的 而是走地铁的 看看这边的高楼啊 非常的多 非常的密集 这里是武汉的主要的城市三圈 桥口区的 很多广场 好像在很多城市都有啊 对面就是本土老牌的商场 武商国际广场 这里面呢 有六把刀 可以说是真的是收割富人们的消心库 一个是同济鞋和161 说的是医院 后面是三座商场 是不是 然后这边呢 来到了这个天桥这里啊 左边全部是那种小区 然后写字楼 已经卖空了啊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公交地铁的下面 可以看到啊 非常的发达 路边呢 有很多的这种共享单车 可以供人们出行 而且呢 人性化的地方在于 这个电动车 你可以随意停放 不用担心啊 像其他城市有什么现行啊 现停啊 现放啊 现开啊 武汉真的非常人性化 说实话 对底层人民的一个生活啊 照顾的话 就是非常的发展的非常好啊 真的 不光为了自己发展 而不顾底层人民生气的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绿水青山 绿树成荫 到处都是树 看到没有 然后这边高楼也很多 武汉呢 是唯一在华中地区能够直达五大洲的 就直行五大洲 武汉的天鹅国际机场呢 能够飞往欧洲美 还有非洲 亚洲 还有澳大利亚那边 南美洲 这些地方都能够直接直行五大洲 武汉的火车站能够 能够到达我国 所有的省市直达 看到没有 交通输入特别的棒 而且还可以直接去香港的 坐火车就能去香港 你们的城市有吗 好了 我这里不是在 吹啊 这是事实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武汉人人都开小车 除了可能很多外地来的一些物工人员 本地人基本上都有小车 房子都是有好几套的 因为武汉呢 这个城市化进程啊 这两年开展的特别好 所以能在武汉的街头啊 看到很多的一些 高楼啊 大厦 拔地而起 居住率是满满的啊 除了一些二手房呢 就是挂牌量多一点 新房的成交率是真的很高 武汉人口现在已经突破一千万了 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 为什么呢 因为到处都是地铁 到处都是车 到处都是人 而且我现在拍的只是武汉的冰山一角 只是看看了高楼 看到了这个地铁 还有像什么长江大桥啊 武汉第一高楼啊 你们都没看到 然后反正就是商业化也是非常好的 氛围非常的好 就是竞争的话也是比较小的 它既有北上广深的繁华 又没有北上广深那么大的压力 生活租房 衣食住行都是比较亲民的 对于这样的武汉 你们向往吗 看看那前面有个高楼 可能我的镜头没有拍全 但是非常的厉害啊 好了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吧